大家好,今天为大家带来一堂科学课, 课的名称叫做《这是谁的叶》。 首先我们先来做一个猜叶子的游戏, 我们先看屏幕上的这片叶子, 我们来仔细观察它, 我们发现呀,它是绿色的, 在上面呢,有很多的纹路, 它的特点是形状呈椭圆形, 没错,我们看到这片叶子像一个椭圆形的鸡蛋一样。 二,它周围呀,是一个个带有锯齿状的小棱, 如果用手一摸,就会感觉到啊,有针在扎手。 当然了,如果不小心,我们的手就会被它伤到。 这片叶子你观察仔细了吗? 这片叶子是桃树叶,你猜对了吗? 接下来我们来看下一片叶子。 这一片叶子,我们先仔细观察它的颜色, 不是刚才的翠绿色,而是有一点发橙色。 它的特点是什么? 首先,它的形状呈手掌形,没错, 这片叶子我们先观察它的形状,和我们的手掌差不多形状。 而且,这片叶子的叶面呢,叫粗糙,网纹叶脉,有一根主叶脉。 它的肌部呈心形,下面的脉叶上有一些毛。 第四,秋天它会变成黄色或者是红色。 原来这是一片枫树叶,你猜对了吗? 我们来看下一片树叶。 这个树叶呈针形,它非常的细,也比较尖,尖尖的两端容易扎手, 而且它的叶子比较硬,叶子硬,而且又很细,又很尖, 是为了防止水分散发,这种树叶呢,比较耐寒,这是松树叶。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一片树叶,仔细观察, 我们可以看到,它呈扇形,如同一把小扇子,而且它的叶柄很长。 第二,表面有光泽,我们触摸的时候啊,会摸到它非常的光滑。 第三,有一根煮叶脉,叶脉呢,比较硬。 第四,春天和夏天这种树叶是绿色的,到秋天会变成黄色。 没错,这就是银杏叶。 再来看一下,这一片叶子,它的特点,形状呈心形。 叶园上啊,也有一些锯齿,叶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,氨基酸等。 这种树叶呢,可以喂养牲畜,这就是羊树叶。 现在我们来进行比一比,我们来看,这两种树叶相比较的话,有什么相同点。 没错,这两种树叶相比,它们都是绿色的树叶。 颜色是差不多的,可是形状呢,却不一样。 这个是心形,我们刚才说过了,这一片是啊,椭圆形。 所以这两片树叶,颜色差不多,可是呢,形状不一样。 我们继续往下看。 我们来看这两片树叶,现在它们的形状倒是很相似,可是颜色却不一样了。 形状差不多,可是颜色不一样的树叶。 我们继续往下看,这两片树叶。 这两片树叶的颜色差不多,形状也差不多,可是有没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呢? 我们可以看到,形状和颜色都是差不多的,只不过这种树叶没有锯齿。 另一种树叶的边缘是带有锯齿的。 我们来寻找一下树叶,在秋天的时候啊,我们路过一些草地,总能发现草地里有大量的落叶。 秋天,树叶都落到了地上,很大一部分就落到了草地里。 我们呀,要进草地,进行减食树叶。 当然了,平时我们可不要践踏草地,大家都记住了吧。 我们也可以近距离的观察树叶,近距离观察的时候啊, 是要用我们的眼睛去仔细的看,树叶是什么形状, 也要用我们的手去摸,树叶的手感以及它的薄厚是什么样的。 但是注意的是,树叶是不要随便摘的。 好了,接下来我要给大家留作业啦。 今天的作业是,说一说,我们是根据叶的什么特征找到植物的? 是在哪里找到的? 就像我们刚才学过的,我们是找到了手掌形的叶子, 还是找到了椭圆形的叶子? 我们是找到了绿色的叶子,还是黄色的叶子? 根据这些特征,我们找到了哪些叶子呢? 并且要说明白,我们是在哪里找到的叶子? 是在大树的下面,还是在草地里? 记住我们的作业了吗? 好了,今天就到这里,我们赶快去找树叶吧!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